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自力研究各種應用技術 透過不同渠道和業界緊密合作 應科院近年在應用科技開發上 除了甚麼進展和成果 機械人在工業層面的作用 是否越來越大 機械人技術在世界各地經歷過50年的發展 需要更靈活的生產線 配合自動化的工業生產 而應科院所開發的智能機械眼技術 令機械人具備高速 而且更精確的3D感知功能 透過向目標物件透射特別設計的條文圖案 將2D影像處理轉化為3D影像 廣泛應用到生產線不同的工序 應科院同時致力於智能機械人大腦技術 引導機械人進行正確的動作 而這項技術也獲得 香港工商業獎2017 設備及機器設計獎 流動方案 流動方案其實在香港 亦是另一個重要研究項目 其中流動車聯網 Cellular Vehicle to Everything CV2X 就是一個將車和車之間互聯起來的技術 利用CV2X技術 汽車可以進行車和車、車和行人 以及車和周邊環境之間的通訊 以提升道路安全和駕駛體驗 CV2X技術透過車載移動裝置廣播 與周邊環境和車輪進行直接溝通 例如行人過路警示 逆向來車提示 盲點車輪設線提示 十字路口防撞預警等 以上的預警 完全透過車輪直接的互導通訊 自行發出信號 應科院不單止進行各種工業研究 還會開發一些非常貼地的應用方案 相信在不久將來 應科院必定會繼續為我們開發 更多有用和改善市民生活的科技應用